本期节目咱们来说一桩有公安部督办的特大拐骗强奸幼女案 2014年4月19号 新疆乌鲁木齐的各个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在重复的播放着两条寻人启示 新市区某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婷婷和芳芳 从4月18号放学之后就失去音讯了 孩子是小学生一天都没找着 家人都疾疯了 四处去找也到派出所报了警 并且通过新闻媒体微信微博张贴寻人启示等一切可用的方式寻找孩子的下落 接警之后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新市区分局也全力投入到了查找孩子的工作之中 可是啊 经过两天的寻找 并没有任何的眉目 没有什么进展 2014年4月21号早上 失踪了两天三夜的婷婷和芳芳 竟然自己回家了 俩孩子看上去啊 还是前天放学时候的模样 穿着打扮一模一样 只是眼神里边可不一样了 眼神之中啊 透露出来了一丝恍惚和不安的情绪 家里人呢 那是喜极而起 孩子是失而复得呀 拉住孩子就问东问西的 这两天到哪去了 跟谁在一块啊 在干什么呀 面对父母的询问 婷婷和芳芳吞吞吐吐 答非所问 细心的母亲呢 就看出来不对劲了 把孩子就带到屋子里面单独的询问 这一问可不得了了 原来啊 18号下午放学之后 婷婷和芳芳一起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问路 这个三十多岁的人呢 说自己是医生 所以婷婷和芳芳啊 跟他叫医生叔叔 然后呢 这医生叔叔就让这两个小姑娘给他带路 到了地方之后 又说要感谢婷婷和芳芳 就给他俩呢 买了很多零食 吃完零食 又说带两个人去看电影 俩人一看 这医生叔叔还真不错啊 又给买吃的 又带着去玩的 就跟着他走了 随后啊 这个人呢 打了一辆出租车 把婷婷和芳芳 带到比较远的一家宾馆 开了房间 让两个人呢 看电脑上的那些爱情动作片呗 然后啊 就骗这两个小姑娘脱掉衣服 和她一起睡觉 就这么着 过了两天三夜 这才把他们送回住处附近 就离开了 家长听说这件事情之后 这等于是晴天霹雳啊 两个小姑娘啊 才六年级啊 未经人事啊 就遭到了别人的电屋拐卖 这两家人呢 都气疯了 气愤不已的他们 赶紧带着孩子 来到了派出所报案 值班民警呢 经过耐心的询问 调取监控录像之后 把案件移交给了案发地点 何田街派出所 到目前为止 这案子可不是失踪案了 这已经是拐骗强奸幼女案啊 案情重大 案件性质恶劣 沙区分局领导 要求刑侦大队立案侦查 经过法医鉴定 婷婷和方方处女魔破裂 两个人的年龄都是12岁 能够定为强奸幼女案件 这起案件引起了各级公安领导的重视 经过层层上报 最终被公安部列为督办大案 沙区分局在刑侦大队成立了专案组 全力的投入到了侦查工作之中 专案组马不停蹄的展开调查工作 通过走访摸牌调取监控等手段 就查明啊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 使用的身份证的名字叫方号 可是在以调查这张身份证 这是虚假姓名和身份 在听取案情分析之后 主管副局长部署专案组 将侦查重点放在嫌疑人所使用的两部手机上 侦查员呢 调取了嫌疑人近年来的通话记录 对通话记录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发现几年之前呢 有一个电话号码 长期的和犯罪嫌疑人保持联系 根据这个线索 刑警大队时任副大队长高峰 带领着情报中队的民警 通过分析比对 发现这个经常和犯罪嫌疑人联系的人 是一名年轻的女性叫王骏 2014年5月5号 专案组在仓房沟水泥厂街附近 一个自建的房子里面找到了王骏 一开始面对民警的询问 王骏很抵触 他冷冰冰的告诉民警说 我跟他呀 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民警一看 这王骏和这犯罪嫌疑人 果然有着很深的纠葛 要想着查出犯罪嫌疑人是谁 只能从王骏这打开突破口 于是呢 赶紧耐心的开导他 最终王骏终于解除了顾虑 告诉民警说 嫌疑人真实的身份呢 姓米 平时使用的是假名字 方号 这王骏呢 是山东人 2011年初 和前夫就离婚了 带着三岁的儿子到新疆 投奔亲戚 平时啊 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附近 以擦皮鞋为生 2011年5月份 有一回擦皮鞋的时候 就认识了米某 随后这米某呢 经常就去找他 就开始追求他 王骏呢 逐渐就相信了米某的花言巧语 开始和米某在他的出租屋里面同居了 直到2001年8月22号 可出了大事了 这天早上啊 王骏临时要送一个老乡上火车 但是三岁的儿子没人照看着 亲戚呢 又不在家 就想着让米某帮他照看一天 毕竟这是自己的男朋友 指不定哪天就结婚了 以后这就是自己儿子的继父了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可没想到 王骏下午回家一看 孩子和米某都不见了 家里是空空如也 王骏赶紧打电话找米某 米某却说呀 自己有个朋友突然来了 他就抱着孩子出来了 王骏呢 就让他赶紧带孩子回来 这时候米某说 哎呦 我呀 一时没看住 孩子自己跑出去玩了 我这不现在还找着呢吗 还没找到呢 米某的回答 明显是自相矛盾 漏洞百出 如果孩子丢了 你为什么不提前和王骏打招呼呢 如果孩子真丢了 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说把孩子抱出来见朋友了呢 为什么等到王骏要孩子的时候 才说孩子丢了呢 王骏当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于是他马上去了亚马里克山派出所报了警 并且打电话警告米某 说我已经报警了 如果你不把孩子送回来 就让警察抓你 最终确认了王骏的确报警之后 米某这才害怕了 就答应他第二天把孩子送回来 最后啊 和王骏呢 约好了时间地点 第二天下午六点左右 着急的王骏就来到了清风路加油站 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宝贝儿子 其实啊 事先民警已经在加油站不空了 一旦米某出现 立刻对他实行抓捕 但是呢 并没有抓到米某 因为米某根本就没来 送孩子来的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 她呀 被带回了派出所调查 这老太太呢 姓岩 这岩老太太一到派出所 可就喊冤枉 她说和米某啊 也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 有一回呢 就跟这米某提起来 自己的一个亲戚 想要个男孩子收养 如果能花点钱 找个小男孩就好了 案发当天上午 米某突然给他打电话 说是朋友有个儿子 因为是未婚先孕 所以不想要了 可以转给他 于是呢 这岩老太太信以为真了 交给了米某六千五百块钱的现金 然后把孩子带回了家 这还没来得及跟亲戚联系呢 米某又打电话来说 说我朋友啊 又后悔了 舍不得孩子了 还报案了 你呀 把孩子还给他吧 我呀 把六千五百块钱退给你 没想到 这岩老太太带着孩子 如约而至 到了这加油站 可是没见着退钱的米某 反而见着警察了 由于王骏和岩老太太 都没有办法提供有关米某 更详细的资料 办案民警啊 也是几经周折 一直没有抓获米某 而岩老太太呢 涉嫌拐卖儿童罪 因为年龄比较大 被依法取保候审 王骏后来还跟民警说呢 我呀 后悔自己瞎了眼了 跟这么一个禽兽交了朋友 差点把我儿子给卖了 想想真是后怕 如果你们找到他 一定要把他关起来 王骏提供了米某的真实姓名 尽管没有更详细的信息 但是有了真实姓名 对于专案组的民警来说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了 2014年5月5号 在市公安局有关部门的协助之下 专案组终于在五家渠 发现了嫌疑人的踪影 由于详细地址 没有办法确定 专案组呢 只好一家一家宾馆 一家一家桑拿店去排查 整整一天一宿 终于在安宁区 一家比较偏远的宾馆 确认有一名三十多岁的男人 带着两个小女孩入住了202房间 此时啊 已经是5月6号凌晨三点多了 米某和那两个小女孩早就睡着了 专案组民警打开房门之后 把犯罪嫌疑人米某制服在了床上 可是睡在米某左右的两个小姑娘 却让民警大吃一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2014年5月6号凌晨三点多 专案组的民警把犯罪嫌疑人米某抓获了 同时睡在米某旁边的两个小姑娘 让民警是大吃一惊 为什么呢 其中一个小姑娘 就是一周之前跟着父母来报案 说被米某强奸的婷婷 而另一个小姑娘呢 不是方芳 但也是十二三岁左右 米某啊 跟民警一口咬定 说这个是我的女儿 叫米书红 可是却拿不出来任何能够证明 妇女关系的证据 面对民警的讯问 这个小姑娘呢 一言不发 似乎对民警啊 还很敌视 这就让民警感到奇怪了 专案组连夜把米某和两个小姑娘 带回了刑侦大队 对米某开展审讯 这米某呢 三十二岁 面对讯问呢 倒挺有经验 一会儿是对答如流 反正不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对答如流 到了关键问题 那就是装疯卖傻 这就可以看出 他的反侦察意识很强 民警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立刻调取他的个人信息 发现他呀 已经是三进攻了 2001年 他曾经因为诈骗罪 被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人民法院判刑两年 2004年 又因为诈骗罪 被判刑八年 2012年才出狱 面对着证据 米某知道 没有办法洗清自己 强奸挺挺方方的嫌疑了 但是对于另外那个小姑娘的身世来历 这米某呢 编了好多个版本的故事啊 一会儿说是自己跟前女友18岁的时候生的 自己坐牢期间 让亲戚暂时抚养的 一会儿又说是前女友和他同居的时候 带来的和别人生的孩子 后来不要了 让他抚养 这前后矛盾呢 民警当然也知道 哪个也不是真的 当民警以涉嫌强奸又女罪 将米某行事拘留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呀 竟然上去和这米某抱到一起 那是抱头痛哭 似乎真像是一对妇女一样 很有感情 这让民警非常的疑惑不解 米某呢 被依法积押在看守所 民警就担负起了照顾这个小姑娘的重任 给她买饭买菜 安排她住在宿舍 陪她聊天 最后啊 把她安排在了新疆女子公读学校吃住 平时呢 有专人照顾着 专案组这边呢 还是加大审讯力度 米某呢 就不得不交代了 骗取挺挺方方的信任之后 把两个小女孩 又骗着带到宾馆 实施奸淫的犯罪行为 但是 对于带在身边的米书红 是一句话也不说 有一回啊 米某无意之中 冒出来这么一句 我犯的是大事 如果说出来 我就出不去了 到底是什么大事呢 米某到底隐瞒了什么呢 专案组只能尝试着 在米书红身上 打开缺口 民警们挨个去公读学校 看望这个小姑娘 最终啊 用诚意 用温暖 终于是让这女孩 变得不再敌视民警了 一个月之后 女孩终于开口了 她说呀 我不叫米书红 我叫张玲玲 她也不是我爸爸 那么玲玲呢 来自云南昆明 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是这一切 在七岁那年彻底改变了 2008年 七岁的玲玲上小学一年级 父亲去四川成都老家 看望病重的奶奶 这年夏天呢 玲玲因为贪玩 没好好学习 考试成绩不好 母亲一气之下 打了玲玲几下 一向在家受宠的玲玲 感觉受了委屈了 一年级啊 七岁的小孩啊 背着书包 离家出走了 到了昆明火车站 她就幻想着坐上火车 去四川找爸爸 这时候啊 一个外地口音的叔叔 忽然就过来 关心的询问玲玲 小姑娘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 小心碰到坏人呢 玲玲一听 眼泪啪啪就掉下来了 这个男的呢 看见这情况 赶紧买来吃的 买来饮料 哄着玲玲 吃饱喝足了 玲玲于是 特别信任的告诉她说 我想去四川找爸爸 这个男人呢 马上就安慰玲玲 孩子 放心吧 我能带你去找爸爸 就这么着 玲玲稀里糊涂的 跟着她呀 就坐上了长途汽车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 玲玲没有到四川 而是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 新疆吐鲁藩 玲玲啊 被这个男人带进了 一个破旧的小旅舍 一看情形不对 玲玲开始又哭又闹 这时候 玲玲心中的好叔叔 那是凶相毕露 跟他说了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把你掐死喂狗 玲玲再也不敢反抗求救了 到了晚上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房间那张破床上 这个男的扒掉了玲玲的衣服 压在了他弱小的身体上 玲玲经历了最为疼痛 最为可怕的一夜 第二天早上 年幼无知的他 看到床上血迹斑斑 连哭都不敢哭 经历了近一个月的噩梦 玲玲被这个男人带到了乌鲁木齐 转手就卖给了迷某 也就是现在的爸爸 玲玲啊 很认真的跟民警说 她对我挺好的 就是要让我叫她爸爸 而且不让我和别人接触 说如果别人把我拐走了 她就救不了我了 可怜的玲玲自己并不知道啊 这是才出糊口 又入狼群啊 弥某虽然从来不打骂玲玲 但也让玲玲失去了自由 什么时候 都得在自己的控制之内 不能交朋友 更不能上学 而且要玲玲每天晚上陪她睡觉 时间久了 玲玲幼小的心灵也就麻木了 有时候啊 她亲眼看到迷某骗来其他的小姑娘 当着自己的面 与他们睡觉 玲玲也习以为常了 就这样 玲玲度过了扭曲的六年的时间 万幸的是 事隔多年 玲玲还清楚的记得自己母亲的名字 自己的妈妈叫吉侠 姓吉叫侠 姓吉的并不多见 只要有一线希望 民警也不能放弃 通过信息查询 昆明市所有姓吉的士领女子的户口信息 一共是二三十个人 玲玲一眼就认出了自己妈妈的照片 专案组立刻通过市公安局 公安厅打拐部门 积极与昆明警方取得联系 两地警方通力协作 最终找到了玲玲的母亲吉侠 接到民警的电话 吉侠呀 出乎意料的平静 只是配合着昆明公安机关 采集血样检验DNA 确定与玲玲的母女关系 但是当民警请他来认领孩子的时候 他却提出要求 说你们呢 跟孩子的父亲张成贵联系吧 因为他和张成贵在孩子失踪的第二年 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张成贵随后回了四川成都老家 通过吉侠提供的线索 民警辗转又找到了玲玲的父亲张成贵 得知孩子找到了 父亲的反应也出人意料 他说了 孩子走丢之后啊 他心急如焚 也因此迁怒于妻子 最终导致两个人离婚 而且他还怀疑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专案组马上又和四川警方积极联系 通过两地采集血样DNA鉴定 确认玲玲是张成贵的亲生女儿 张成贵这才激动万分 马上买火车票赶到乌鲁木齐认领 2014年9月17号上午 在沙区分局刑侦大队 张成贵终于见到了失散六年的女儿玲玲 她一把把女儿抱在怀里是抱头痛哭 回顾这几年来的痛苦 张成贵是气不成声啊 说玲玲走散之后 全家人都找疯了 孩子的奶奶很快就病逝了 临终的时候还留下一言 说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失去孩子导致夫妻俩多次争吵 最终感情破裂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再结婚 因为心里始终都惦记着玲玲 张成贵说了 孩子这几年吃了不少苦 今后我一定要加倍的弥补 让她感受到亲人的爱和温暖 9月20号下午 专案组的民警把父女俩送上了回昆明的火车 玲玲这才露出了小姑娘 本应该有的纯真甜美的微笑 专案组在后续调查 弥某强奸幼女案件的时候 发现弥某所侵害的 不止婷婷方坊和零零三个孩子 还有不少居住在自建房里的农民工的孩子 年龄都在十二三岁左右 弥某啊 每次都是冒充医生 利用小恩小慧诱骗小女孩上钩 然后用色情视频 腐蚀他们的心灵 让他们的是非观扭曲起来 有小姑娘提供线索 说某某也和她睡过 这样看来 弥某猥亵性侵幼女的犯罪事实 那是昭然若揭 但是啊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当民警走访这些受害人家庭的时候 家长们全部矢口否认 社会舆论压力之下 受害者及其家庭的难言之隐 我们也能够理解 最终 弥某因为涉嫌三起强奸幼女案 一起拐卖儿童案 被依法刑事拘留 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首先咱们来说 孩子的安危问题 对于家长来说 这是重中之重 有的家长啊 心太大了 你像我们这起案件里面 到后来有一个让大家都瞠目结舌的事情 婷婷已经被弥某拐骗欺辱了 家长该提高警惕了吧 怎么短短的时间过后 这婷婷又和弥某睡到了一起呢 我们再来说婷婷 自己经历了这些之后 还没有意识到弥某的真实面目 还依然心甘情愿的愿意和她在一起 这反映了在她从小到大生活过程之中 性教育和安全教育的极度缺失 每次说完此类的案件之后啊 我都会提一句 儿童的安全教育 儿童的性教育 都至为重要 非常的关键 做家长的学校 社会力量都不能够忽视 一定要让孩子从小就培养起来相关的意识 在这儿啊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的度过他们的童年 在2003年的埃及 考古学界曾有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发现 有很多新闻媒体都对这个发现有了报道 在这些报道中 我们可以得知 在那年三月 埃及有一个考古小组在开罗 发掘出了一具3000年前的木乃伊 是一具经过完美的防腐处理的女性木乃伊 木乃伊保存非常完好 对考古学界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这本来是一个挺正常的事 但是在当年的11月 保管木乃伊的博物馆负责人塞尔德忽然对外宣称 这具木乃伊竟然在出土之后怀孕了 并且宣称木乃伊体内的胎儿已经有八个月大了 也就是说啊 这具女性木乃伊在三月份出土的时候还是一个人 结果到了11月 却爆出新闻说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这事一出啊 吃瓜群众一下子炸开了锅 起初大家基本都是把这则新闻呢 当成一个段子来看 可是事情的后续发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博物馆的负责人塞尔德表示 当时他们在发现木乃伊的肚子不对劲以后啊 就赶紧把木乃伊送到了医院的妇产科去做检查 到了医院以后呢 医生看见这么一个东西 人都吓傻了 人家医生只见过活人来做检查的 怎么这回弄了一具木乃伊呢 怪吓人的 不过害怕归害怕呀 为了科学 医生还是硬着头皮给木乃伊做了检查 不过啊 在经过了超声波检查以后 医生的脑袋似乎也被超声波影响了 也开始说胡话了 明明那片子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但医生一本正经的说 木乃伊确实怀孕了 怀了一个女孩 而且胎儿心跳稳定 一切正常 估计再有两个月就能出生了 于是这个时候啊 大家的注意力就逐渐从木乃伊怀孕的问题 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新的问题上 既然这医生都说了木乃伊真的怀孕了 那么这孩子他爹到底是谁呢 木乃伊他是怎么怀孕的呢 经过博物馆调查 负责人塞尔德表示 博物馆的保安 希塔尔最有可能是胎儿的父亲 为什么呢 因为希塔尔平时的工作主要就有两个 一个是看大门 另一个是在夜间巡逻 保护木乃伊的安全 所以说啊 他是最近距离的能够接触到木乃伊的人 那面对众人的质疑 希塔尔倒是十分大方的承认 说这事啊 确实是自己干的 孩子就是自己的 随后他略带羞涩的给大家讲述了几个月前的一个夜晚发生的风流故事 说那天晚上 希塔尔像网上一样在博物馆里巡逻 当他走到存放木乃伊的屋子外面时 忽然听到屋子里有奇怪的响动 起初他以为是有人还在加班 就想好心提醒他该下班了 可是当他走进屋子里啊 却发现里面没有人 再一看木乃伊呢 那木乃伊躺在那个棺材里面 脑袋歪着 好像正在直勾勾的盯着自己一样 那空洞的眼睛里啊 散发出一种难以抗拒的充满诱惑的力量 就好像这木乃伊在勾引自己 希塔尔当时就走不动了 实在是难以抗拒这具木乃伊 所散发出来的这样的魅力 最终他没有抑制住内心的冲动 跟木乃伊愉快的啪啪啪了 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 原本大家谁也不知道 可直到11月份 人们发现这木乃伊的肚子 莫名其妙的变大了 面对采访 博物馆的负责人塞尔德表示 他们也无法理解 怎么木乃伊竟然会怀孕呢 但这事呢 确实这样 确实是发生了 如果不出意外 明年年初 这孩子应该就得出生了 随后包括孩子父亲 希塔尔在内的很多人 也都开始为孩子的出生 开始忙活起来 在当年啊 有关这件事的报道 有非常多 但是这些新闻报道呢 说到这儿 往后又有了什么事 怎么发展的 就没有消息了 这孩子有没有出生 出生之后是怎么生活的 没有人说了 也没有媒体报道了 不过呢 大家用脚趾头想 都能想到啊 这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而且 其实有些人 只要稍微观察一下 那具木乃伊的照片 就能够发现 这他娘的是一个男性木乃伊 哪是女的呀 就算是个活人 男性 他也不可能怀孕 可就是这么荒谬的新闻 在当年 竟然传遍了全球的各大网站 包括我们国内的网络上 也一直在疯传这样的新闻 最早报道这件事的 是很有名的新浪网 在2002年 新浪网把这事 划分到了科技新闻的行列下面 但这件事呢 因为实在是太假了 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所以后来新浪网 就把这则新闻 改成了社会新闻 可是再之后啊 人民网 在当年年底 发布了一篇 名叫2002年 十大假新闻的文章 其中就包括这件事 所以再后来 新浪发现 实在是没办法去洗白了 于是干脆 直接把这则新闻 给挪到了 搞笑新闻的栏目下面 不过这话还得说回来 这种扯淡的新闻 那肯定不是新浪网自己编的吧 他们肯定也是在其他的网站上转载过来的 那么新浪网又是从哪里转载到的这篇奇葩的报道呢 这就要说到咱们今天的主角了 他的名字叫做世界新闻周刊 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来自美国的世界新闻周刊 他创立于1979年 在2007年停刊 但停刊之后也没闲着 他们顺应互联网时代的潮流 变成了线上发行 在网络上直到今天 仍然一直在活跃着 别看他这名字叫的挺大 叫世界新闻周刊 但是他报道的东西 可一点都不正经 这家报刊 以报道奇闻一事 报道荒诞新闻 和各种超自然现象而闻名于世 总而言之 如果你想通过这份报刊 获取世界各地发生的时事新闻 那基本是不可能的 小时候咱们肯定看过 或听过各种各样的未解之谜 什么外星人 不明飞行物 尼斯湖水怪 等等这类非常经典的 这些东西的源头 往往都是这本世界新闻周刊 不过呢 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 各种猎奇的媒体都开始报道这些东西 这世界新闻周刊呢 就感觉没什么意思了 做腻了 于是后来他们就另辟蹊径 开始挖掘其他的有趣的新闻 他们真正感兴趣的 往往是有图有真相的真实现场 就比如当年广为流传的 美国西部巨型蝗虫事件 这件事就是来自世界新闻周刊 在这得提醒一下 咱们这期节目有很多图片资料 包括刚才那怀孕的木乃伊 包括这巨型蝗虫 之后呢 还会提到一些很有趣的事 都会有一些图片资料 建议大伙呢 一边看着图片 一边收听 要查看图片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碗说故事 在里面回复关键词 世界新闻周刊 就可以查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 相关的图片补充资料了 那么对于这个巨型蝗虫的事呢 当时根据世界新闻周刊的报道 说有一位名叫巴黎的美国农场主 在自己的农田里射杀了一只 1.2米长 20多斤的巨型蝗虫 咱们单看这数据 1.2米长 20来斤 单看这个数据 谁也不可能想到 这描述的是一只蝗虫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蝗虫呢 但人家那新闻里 偏偏就是这么写的 而且不光这么写 还放了一张十分清晰的照片 照片里 农场主巴黎 一手拿着猎枪 另一只手拽着一只超级大的蝗虫 脸上还洋溢着自豪的微笑 这有图有真相 于是当时这件事 在各大农场主之间流传开来 一度引起了很多人对蝗虫 蝗虫 虫灾的恐惧 经常有人一天24小时拿着枪守卫农田 让人是哭笑不得 除此之外 有关天文方面的未解之谜 同样也是他们开创的先河 有很多未解之谜爱好者 肯定都听说过这么一件事 说有一架二战时期失踪的轰炸机 在月球背面的环形山里被发现了 包括很多听众曾经投稿说想听这件事 说这怎么回事啊 给揭秘一下吧 这件事其实就来自世界新闻周刊 根据他们的报道 说在1987年3月 苏联月球探测器从月球背面发回一张照片 发现有一架二战时期的美制老式轰炸机 停放在月球的陨石坑里 机身机翼都有明显的美国空军的标志 他们猜测可能是外星人把飞机掳到月球上去了 在报道中还表示 为了寻找真相 美苏两国科学家还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小组 可是苏联卫星在1988年7月再次扫描这块地方的时候 却发现那架飞机神秘消失了 于是大家只好停止调查 在报道中 他们还附上了好几张在月球拍摄的照片 能看到确实有那么一架飞机在环形山里面停着 因而这则新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除了这些以外 像什么哈勃望远镜拍到了天堂 什么史上第一张地狱的石牌照片 还有什么雪怪 大脚怪 波尔戴热斯现象等等这些 其实都是世界新闻周刊的常客 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他们这出来的 但在这么多的报道中 最具有特色 最值得一说的 最具有纪念意义的 那必然是当年红极一时的蝙蝠男孩 1992年6月23日 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则新闻 说一个名叫罗恩的科学家 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山洞里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小男孩 这个男孩有着人类的身体和样貌 却长着一对蝙蝠一样的翅膀 还有尖尖的耳朵和锋利的牙齿 他倒挂在山洞顶上 会用翅膀紧紧裹住自己 就好像蝙蝠一样 科学家成功的捕捉了这个男孩 开始对他展开研究 这是当时的一个新闻 当时这个新闻发出之后 也是很多人不信 然而就在几个月之后 10月6号 世界新闻周刊再次发布新闻 说之前抓住的那个蝙蝠男孩 从研究所逃走了 提醒大家 如果遇到了 一定不要靠近 因为他会袭击人类 而果然在一段时间以后 一位摄影师就目击到了蝙蝠男孩 袭击一个10岁女孩的场景 然后他立刻报了警 最后的结果是 蝙蝠男孩被联邦调查局抓获了 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并没有 其实蝙蝠男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再后来啊 世界新闻周刊 有了更多的有关蝙蝠男孩的最新的报道 说蝙蝠男孩在经历了几次逃跑和被抓以后 变老实了 开始学习人类的语言 并且开始跟人类打交道 而且他打的交道还都不一般 先是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见面 两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后来呢 由此他开始涉猎政治领域 还帮小布什竞选总统拉票呢 再后来呢 又变成了超级英雄 孤身一人 拆除了位于华盛顿的核弹 从而拯救了全城人的生命 受到了白宫的嘉奖 再后来啊 他甚至还被恐怖分子给绑架了 恐怖分子以此为要挟 让美国从伊拉克撤军 最后呢 这蝙蝠男孩甚至还参演了电视剧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于是他的形象由此深入人心 不仅成为了世界新闻周刊的象征 各种故事也被改编成了戏剧和漫画 而更加荒唐的是 据说蝙蝠男孩将在2028年 竞选美国总统 要是这玩意真的当上了美国总统 那美国真的是玩的挺大呀 那么咱们说了这么多 也列举了好几个世界新闻周刊 曾经刊登过的新闻 相信只要不是傻子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些新闻没有一个是真的 就拿第一个木乃伊怀孕这事来说吧 木乃伊是怎么制作的 他们的防腐工艺很独特 会先把死者的内脏脑子全都掏空 在肚子里面填上香料防止腐败 那肚子里边都空了 连子宫都没有了 何来怀孕一说呢 更何况就像前面说的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女的 人家是一个男性木乃伊 他的真实身份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的法老 赛提一世 也就是著名的拉美西斯一世的儿子 另外呢 那个巨型蝗虫不用说也是假的 那个照片呢 其实原型是一个特型照片 后来呢 他们经过修改变成那样了 至于月球上停着飞机 那事就更不用说了 后来有人找到了原图 在原图里可以看到 那个环兴山里什么都没有 一马平川没有飞机 更何况啊 人家报道里说 这照片是苏联的月球探测器 在1978年3月拍到的 但实际上 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苏联的探阅历史 能发现 苏联从1976年的月球24号之后 就再也没有发射过月球探测器了 所以1978年拍摄月球 还发现飞机这事 那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所以毫不夸张的说 世界新闻周刊里提到的所有的新闻 都是假的 都是人为编造的 而且往往是一看就能识破 不过有趣的是 虽然大家也都知道是假的 但在当时 世界新闻周刊每年的总发行量 最高能达到120万之多 要知道 当时著名的纽约时报 也仅仅只有140万 那么为什么大家 会对这样的一个假新闻杂志 如此的喜爱呢 其实啊 如果我们亲自去看一眼这本刊物 或许就能明白了 世界新闻周刊的封面 大多以夸张的明显经过处理的照片 作为主体 再配上耸人听闻的粗体大字 还有今天咱们在各种营销号里 经常看到的所谓的震惊体标题 这个其实他们早就玩剩下 而且他们报道的假新闻呢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广大读者的投稿 尽管内容上荒诞离奇 但是编辑们却用严肃的口吻叙述报道 再加上世界新闻周刊 这样一个极具误导性的名字 反而就形成了一种极具幽默感的鲜明的风格 说白了就是在一本正经的搞笑 现如今 蝙蝠男孩作为他们的原创的 最具有影响力的新闻怪兽 已经成为了世界新闻周刊的吉祥物了 打开他们的官方网站 就能看到蝙蝠男孩惊悚的头像 打开他们的商店页面 还能看到很多蝙蝠男孩的周边 其实世界新闻周刊 也并不是我们理解中的那种三流媒体 除了奇葩的奇闻异事和未解之谜 他们也经常用荒唐的新闻去讽刺现实世界 比如对于克隆人类将会产生的道德问题 当时他们就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 苏联已经克隆了一万个希特勒的新闻报道 以提醒大家克隆是一把危险的双刃剑 再比如为了讽刺美国的外交政策 他们还发过一篇美国买通外星人去追杀本拉登的文章 旨在表达美国的外交让人无法理解 莫名其妙 当然了 一新制造假新闻的世界新闻周刊 也有翻车的时候 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里 他们说特朗普会成为美国的国王 结果后来特朗普真的当了总统了 这也成了世界新闻周刊为数不多的败笔之一 本来做假新闻 结果一不小心做了一条真实的新闻 到今天 虽然世界新闻周刊已经不再发行纸质刊物 但网络版还在更新 他本身也演变成了一种代表着批判和玩世不恭的精神象征 在黑衣人超自然档案等等影视作品当中都有他的出现 而讽刺的是 在当今这个假新闻横行的时代 也许只有世界新闻周刊能够让人放心了 毕竟我们不用去担心 他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也正因此很多读者戏称他为世界上唯一可靠的报纸 可能这就是他能吸引无数读者的最大的原因吧 毕竟他能够让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在看的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新闻 它是一条假新闻啊